佩佩的路头对吧 这把他的选择只有路头和鱼女两个选择 阵容上面来讲呢 这套阵容其实还是上线比较高的 因为他们是双博命 然后先知的话这边被追 他是飞轮双弹的先知 就独你来追我 你真抓到我了 然后我们这边双博命套上不能亮的 这个先知可能就不要了 三人开门再绑一也行 第一勾有 这第二刀 挺舒服的 一刀 哎呦 这 飞轮没用出来 对 而且佩佩确实拿捏到对方心理 我知道你把它不改 这一台半的一个密码机 一台两台半 两台多 也差不多 求生者是能接受的这种节奏 如果不是迎面 对 要么压满吧 压满 联系通缉的是飞行家 飞行家对 这个开局就没有机会去争多跑了 但是这个开局 那求生者知道这种我讲的可以保平的 而且飞行家现在就可以点压力 我现在就直接出来不议 哪怕你的插眼好了呢 七里台传送你抓飞行家他也不怕 过半 他们选择 不卡半 但是这个薄命应该会套一波吧 看情况 这边大副离的位置非常远 这个位置的话应该是一波都不救了 也行 反正你插眼嘛 你又没有传送 对吧 因为我们刚刚看到第一刀要吃的 但是 不救的话可能马戒不够啊 他只能就是拖 看第二人怎么站出来当英雄了 对啊 你马戒可能会受到很大影响 因为没办法 你大副要过来救的话 有化险唯一 而且交往者他是更快的去接见二阶了 对吧存在感 首先场上的话是有两个化险唯一 是 哎 大副离被爆点了 但其实配配也是能意识到 看一下外围 冰宽是往大团转 但是飞行家也是直接拉开 下面放个夹吗 先来 你把这边看一下 看外围这边有没有站在海边的 你只想封路吧 我先放个插眼 但坏就坏在一阶 现在一直赶路的话比较费劲 二阶的路头赶路那就可太凶了 因为他们知道了你是一个插眼的角色 那么你现在想要切换其他的技能 你必须要把自己的底牌用了 那这样穷人者也就赚了 所以他们刚刚不救 这样的优势也就出来了 这把其实配配现在这个局面很难突破他们了 因为这边这三个人都不是会秒倒的人 对吧 变化有勾 一个勾的 一个怀表的 一个啪啪啪啪的 没有一个能快速处理掉的 一勾一刀变换的话 最好是把勾再交一个 再拖一轮 看一下啊 佩佩应该是比较难去真胜了 外面还有两个博命的 可能让飞加来救吧 大副这个博命甚至留着 在开门战我都可以强行顶博命 我们看飞加来就还怎么直接传送 夹子风 这一波的话 这个传送 确实是真胜的一个机会 或者说是一个方向 但是他 他不太能 因为真的你就把这飞加击倒了 压住遗产机 外面两个活人 病患去外面新起台机子 因为你传送交掉了 你没有这个传送去找病患的机会 病患是可以重新修一台的 现在的话 对于佩佩来讲 有一个什么好的点呢 第一 大概率开门战有传送 第二 三个人全在大门 你要去小门很久 对吧 我大门这边封夹子 我还能往回打 对 一刀打 这边大副直接给压力 你们管不管门 那这里的话 感觉夹子封门 夹子封门 然后大副怀表交了 其实不能管大副 管这个大副 哎 哎 我天哪 哪个菜皮说不能管大副的 啊 我勾到大副 我有一手勾 有一手刀 不管大副 啊 谁彩夹子了 就没有人贴了 我的天 这个夹子非常关键 那位置暴露了周旭海边排人 耳鸣响起 知道你那边来不及 有没有奇怪乌鸦起了 看到乌鸦 害到海边的乌鸦了 这个石头一震 震起来 那边对方子好像造成潜作 没关系 它是二接钩啊 造成了一波减速 一刀 好像能直接击倒 手上有传送 这不会四杀吧 这不会四杀吧 哎呦 这这勾到大副 确实是个迎面 因为刚给他讲了 球者这边三个人在大门 这个大门是点不了的 现在就看能不能走一个了 在局面上 还可以往四的面去争一折 有这个机会 是 但得看能不能找到这个飞加 因为我们知道 他们现在两个上挂了 飞加有大喷 飞加位置拍到了 飞加位置放假爆点了 因为出乌鸦了 太久没有换密码机 再勾地脚位置 时间有点极限 呃 来得及来得及来得及 这个绝对来得及 他只要不断勾就绝对来得及 因为大副耐作 这个大副的 大副真想把自己的屁股抠成两半 不是 就是赶紧都要挂挂飞呀 对对对 先放夹子呀 先把地脚夹子疯了呀 大哥他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飞天喷呢 哎呦 先先夹子 先夹子先夹子 四杀 四杀的话是赢5分 下一把T1抓一个跑一个 但是没用地脚 全是夹子 先 配配这一局 直接拿到了个四抓 没错 厉害 就是那一勾勾中大副 就赢了 而且在前面的一个伏笔的